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叫身为二省 就是其实我们检察署跟法院是一样的 法院有三省 第一院高院最高院 检察署同样的 有最高法院地检署 有高等法院地检署 还有地方法院地检署 所以他也是三省 那 往上升当然是好事 功劳最大的当然就是台北地检署 因为他们连番起诉蛮久 所以 那个检察官太深了 恭喜 完成上级死命 奉命起诉 功劳不小 上回地检署升主任检察官五个 台北地检署 有两个起诉蛮久的 一个把拆证员抓起来的 三个 真厉害啊 各位 你要当检察官喔 要看上面的颜色 而且你的政治 一定要对 今天 升的这个检察官叫周世宜啊 有媒体把他名字都写错了 把他写成周怡的怡啊 周怡打黄盖 厌打厌赖 但是他的怡其实是木字旁 同样那个怡很像 像小偷的偷那个怡啦 周世宜 降世像鸡马炮的事 九年前啊 起诉马上就贪入案 结果他跟侯宽人检察官 两个把人家 正能没有讲 正能讲没有 他把他写有 然后马上就就贪入这个起诉 后来正能也很奇怪 马上就的律师也很认真 他去听所有录音带 那录音带是 很 量很大的 他说奇怪 我们四十五这个阳公 被传来当证人 他没有这样讲啊 然后那个阳公也说 我没有这样讲啊 这个阳公名字也很好记 他叫 无利路 美利的利 口天如 路呢是三连水 再一个如果的如 很好记吧 你一定记牢 你不相信 你把小董 刚刚讲东西 把他Google或Yahoo去搜寻 你就知道了 后来马上就判无罪了 马上就去告这些检察官 当然 当然告输啊 因为检察官本来就是官官相户 法官也一样 他们不是 鞋长就是鞋弟 检察官跟法官除非收钱被你拍到 所有东西都无罪啊 我也常到法院去做证 他要你先是 你要是讲假话 你就有罪 老百姓做假证都有罪的 你知道吗 做违证都有罪 而且很重 非常重哦 因为你在误导司法 很重 就有两种罪 大家想想想都不晓得说 怎么会那么重 一个是诬告 一个是违证 这两个罪是很重的 很多人不晓得 我不过随便讲讲啊 那罪很重 因为你误导司法 我们老百姓做这样 罪都很重 检察官做假的东西 没有罪 马上就很气啊 他跑去地人署 告他你做违证啊 不是你那个 违诏文书嘛 而且路人于罪嘛 然后台北地人署不起诉 自己人怎么起诉 马上就很气 就到高检署 高检署就我刚刚讲的二审 要去告他 无罪 马上就很气 那我干脆透过一个叫做 等于说直接送到法院 这个叫做自诉 你常常在看 看报纸看他们讲自诉 自诉是什么呢 自诉说我不提 政绩都是我自己提 我高到检察官 检察官可以去帮我到各部位 各地方 或者各公司 民间的公司都可以去提政绩 有检察官帮你他有收手权 那我如果到法院直接告叫自诉 政绩我自己提 没有检察官介入 所以他要跑去 法院用自诉案 去告活宽人跟周世宜 败诉 两个人无罪 马上就知道司法完蛋了 他也完蛋了 你可以看到 马上就最万坦了 当总统那么久 司法越改越烂 你有沒有看到 我讲的事情多久了 那十几年前 九年前 九年前刚好夸过马上就当 总统的主要时间 司法越改越烂 为什么 因为现在检察官他知道 我们要随着政治的风向 只要亲力 我们就会升官 我们亲力就会升官啊 周世宜现在有没有升官 有啊 怎么没有升 周世宜原来是主任检察官 地检署 现在要升二神啊 忙久的泄密案 周世宜 陈家秀 梁光宗 邓巧玲 曾阳领 刘怡婷 通通升啊 通通 这六个人是那个 升了两个啊 但是 各位朋友 你要想想看 那时候马上就 泄密案出庭的时候 有个检察官 他叫做公诉检察官 什么叫公诉啊 我还要解释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起诉你 我不一定跟你到法庭去 跟你的律师或法官辩论 不是 地检署就会派一个检察官去 他也是把这些 他所谓的犯罪争计论所 然后就到法庭上去攻防 这个叫公诉 他被派 被派弃的 地检署派弃的 地检署这个检察官叫 姜真夷啊 姜真夷的真 夷呢 就是周夷 防盖的夷啊 他在法庭痛骂马上九 十问马上九 很有意思啊 当然 他也生啊 各位朋友 我讲 你只要政治正切 就生 所以 你今天看到了 我们今天所有的人 都知道民进党执政 有个好处 你顺他的意 容易升官 国民党执政 你顺马上九的意 马上九的鸟都不鸟你 他就是这种人啊 他认为说 你顺我的意我生你 人家会讲话 马上九这辈子 最大的失败就是 每天都悠缠危机 怕人家讲话 别人会讲话 所以有人说 马上九再出来选 我是反对的 我认为过了啦 因为也做不了事 我平良心讲 大家知道 我跟马上九 还算有些交情 我平良心讲 他在当总统 也做不了事 做不了事你来干嘛 他讲说 他对比蔡英文 最近民调他也最高啊 对不对 最近民调他很高 民调高 司法会对付你 民调高 不表示可以做什么事啊 不表示啊 很多人都以为民调高 其实一个人 做事跟协力没有关系 马上九是一辈子只看协力 这个人我要不要用 先看他协力 哦 这协力好怎么样 然后再看 哦 最好那省级 你只要是台湾级的 或原住民的 马上九是 爱之漏狂啊 啊你外省人 算了 先到一旁去量快 我不骗你啊 我跟他很熟 而且我 长期的观察 我不骗你 他就是这样 省级跟协力是他最重要的 其他 其他再看看啊 但是我 我自己跑新闻这么久 我观察 我老实讲 一个人有没有能力 有没有那个 其实和这些都没有关系 哦 你就跟他相处一段时间 看他做事的方法跟魄力 做事方法要有杰拙 今天 我这三十几年来看 这些官员做事都没有杰拙 没有效力 自己捅出一些马后 我解决了 然后就认为自己是大公一件 就这样啊 台湾很多事情 你应该就早早就 规划 然后让他顺了这个去做 那第二个就是个性 你够不够 够不够坚决的 我要去完成 就完成 哦 就是说你看共产党 这样的人就很多 我不骗你 就是他做事就是有效力 我们台北也没效力 每个人都在吹牛 柯文哲最喜欢吹牛 然后最喜欢讲 哇 应该怎么去做 怎么样怎么样 柯文哲没有一样做到的 你知道吗 然后他自己为了不起 因为现在民调好像又高起来了 他前几天啊 礼拜天啊 跑去帮习新营 民国党的习新营主席 他在新竹县 选县县 哇 柯文哲说我们全家都支持你 哇 讲了一堆啊 柯文哲因为 媒体焦点嘛 他就说我们就要选一个最真实的人 柯文哲是假的最真实的人 他是非常假 每天讲干话 我讲真的 你如果 对小董时候讲也不相信 也没关系 你就上网回去找四年前 柯文哲的竞贤证件 看他做到哪一条 里面证件最大就是 两年要盖 四年要盖两万户 公民住宅嘛 在哪里 给他八年他要盖五万户 记不记得 各位在哪里 八年当然还没到 现在四年到了 剩五个月就到了 你会不会盖成当然很清楚 各位这种就是讲干话 但是 你如果看 台湾这些政治人物 老实讲有时候受够了 受够了 但是在民党里面 不失为一个升官发财的好机会 因为民党你顺着他 他就会给你 你是他那一国了 他就会保护你 你看吴文宁被打成这样 昨天下午整个台北市议会 都在骂吴文宁 因为吴文宁已经决定 我不去议会了 所有议员都很气 就开始骂 骂一骂 上个会期骂他 比国民党还厉害的民进党 前例相挺 出来跟国民党对骂 大家奇怪 你们民进党这些人 你们上个会期骂他骂这么厉害 怎么现在突然捍卫他 因为党主席蔡英文讲 我们前党要那个 对不对 要捍卫他 他不懂得一些政治攻防 我们要协助他 民进党那些议员突然都转 转调过头来 痛批国民党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欺负 吴英零 他不应该到议会的 当初是谁叫他来的 当初就是民进党啊 北龙 北龙市政府有出钱 要来议会备刑 过去都没有 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柯文哲时代 因为他们对韩国瑜很有兴趣 新潮流一直围攻韩国瑜 要求韩国瑜在市长总执行来 那韩国瑜就来了 就来执行了 那韩国瑜是好农民时代 留下来的 北龙总经理 所以他们骂韩国瑜 骂得很厉害 结果被韩国瑜打回去 韩国瑜一战成名 其实是二战成名 因为韩国瑜我认识非常早 我认识他非常非常早 所以有一次 我碰到他的时候 我跟他讲说 我们那时候在哪里 他听吓一跳 你怎么把那个事情都记得那么清楚 我认识他是非常非常久 韩国瑜第一站 他到台北市议会当议员的助理 小助理 我就认识 很少人知道他这个经历 后来他就对从政很有兴趣 他就跑去新北市 那时候台北县去选议员 选上了 选上县长是游青 他结了游青的达青 避重就轻很不爽 就拿起那个钢杯砸向游青 那时候一战成名 全国媒体都不 以前没有那么凶的嘛 那声名大造 后来他当选立委 就当了三届立委 这个人很爽快 就民进党 说我来修理你 大家记得他跟王世坚两个对斗 大家上 上youtube上去找就找得到了 梁柯文哲都吓一跳 哇呀我这个北龙这个 总经理怎么这么厉害 好 那我讲喔 你在民党里面 你只要调子对了 投额 他首号 你就有高官做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我昨天看到一个人 这人叫陈其兰 其他的旗 东西南北的南 尔东成 他是一个邪者 你知道吗 可是这一次内阁最跌破大家眼睛 其实也没什么眼睛好跌 因为他那个位置不重要 故宫博物院的院长 所有的位置大家都有猜过 只有故宫没有人猜到 故宫院长要被换 故宫是内阁之一 陈其兰过去 当过文件会的主委 就是文化部的部长前身 陈其兰上任 夸夸而谈 说我要让故宫台湾化 你看 这种化多么民进党啊 陈其兰 我一个朋友跟他很要好 我这个朋友在国中教书 为什么很要好 因为他们两个是同班同学 师大地理系 后来陈其兰 追随张光直他们的脚步 跑去留学啊 其实那时候留学很多人 就是要有师长相助 要不然你家里有钱 张光直以前是故宫的副院长 他是一个 我是很喜欢看他的书 他已经过世了 光亮的光 直接的直 他是耶鲁大鞋 你知道台湾有一批人 考古啊 或者做那种人类鞋啊 都是从耶鲁大鞋那边出来的 以前台大的这个科系非常强 为什么 因为正如车退到台湾 刚好这批人通通跑过来 变成这批人是非常强 为什么强到什么地步啊 他们发现了商朝时代的殷稀 然后研究甲骨文 都是世界第一流的 第一名啊 不只第一流就第一名的 全世界没有人比他们厉害 因为他们亲自去挖嘛 然后他们会读那些中顶文 刻在 刻在那些中顶上面的文字 非常强 你知道 那最有名的当然是姓董 叫董作斌 各位可能听过这个名字 他就是 那时候在台大领导一堆人 张光直他们就随着这批出来 那因为是真的是第一名 第一流的 所以这些人到美国都去 耶鲁大学马上都收了 陈其兰也提炼耶鲁大学 很强 他做人类学的 那下一届故宫的院长 其实那是完全不搭嘎的 故宫简单讲 就是中国文物 中国的文物 里面我不晓得 陈其兰懂哪一项 整个故宫所有东西没有一样 是他专长的 故宫可能有一些钟顶 有一些书画 有一些宝石 他很多艺器 那艺器是很真的 我以前一个长辈 他也在故宫 对这个非常强 他姓那 那英的那 他专门研究故宫的 他故宫从大陆 带过来他全神参议 然后他就 以前去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就告诉你 这个意义要怎么看 怎么样 他只要瞄一眼 就知道这个意义 大概是什么时候的 就是全世界第一名的 不骗你 你要是对这个有兴趣 这个人兴奈 那我讲 你看 陈其兰为什么要讲故宫 台湾话 故宫和台湾毫无关系 唯一的关系就是 这些中国东西放在台湾而已 对不对 大英博物馆 那些木乃伊 和英国人没有关系 英国人把他抢来 放在自己的家里 然后说这是我的 对不对 就这样而已 我讲他的意义是一样的 那大家觉得 大英博物馆 有鼓舞 我们去看他的木乃伊 了解埃及 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这个态度 是尊重历史的事实 那你今天到台湾的故宫 去看中国的文物 了解中国整个文化 怎么样 这也是正确的事实 可是你要怎么把他台湾化 把他吹一白菜 背面把他磕 没得赢台湾吗 不要够好笑 我讲说 你当一个学者 七十几岁了 你过去也当过文件会主委 有这个官好做很珍惜 但是不要去附和民进党 你还有几言好活 我老实讲 你还有几言好活 你要讲这个 故宫博物化的台湾化 你不是要笑死人吗 什么叫故宫 太简单了 故是哪里 故就是清朝 宫廷 清朝的皇帝 把民间的宝物 通通放到自己的宫廷里面 自己来欣赏嘛 叫故宫嘛 那台湾 什么时候还有一个台湾工吗 你看 你看讲这种话的人 一个 一点 本来学者 稍稍人家尊敬的 一点格调 你都没有了 我真的讲 各位朋友 故宫还能够台湾化 大家看南部的故宫 那时候硬要把这宝物拿来献 阿扁说 我们要加益盖这个 结果干八年什么 连一产的土都没有做 然后张花冠天天骂马航九 说中央政府答应我们要做 后来马航九任内 勉强七年 七年都把它盖出来了 然后开始免费 哇 人好多喔 看起来很好看 现在呢 现在每天两百多人 连那个都不 付水电费都不够 不要讲人员 人事会不用讲 连付水电的水电费都不够 各位你看看 每个人都在 用这个来做操作 可是你操作到最后是怎样 你操作到最后 可能你可以赢得选票 可是国家是亏钱的 而且你那个毫无意义 对不对 那时候 蒋介石领导的 中华民国败退 故宫的文物 带到台湾来 故宫只有一个东西 一直带不走 就那个供电 供电 供电带不走 供电的东西通通带走了 所以 北京的故宫就是一个供电 他又到民间去收集很多东西 到国际上买回很多东西 买回来喔 因为他现在很有钱啊 各位记得前几年 有一个猴子的头 花多少钱把它买回来 一定要把它买回来 凑成一套 因为原来在延明年那里有十二个 十二生肖嘛 后来他们就慢慢去买 去那个 后来陈隆 拍了一部电影就叫十二生肖 他也仿制了 一批 把它送给 南部的故宫 结果有人去剖七 说不喜欢中华文化 所以 又收回来了 记不记得这个事情 那在台独的人去剖那个龙 因为他每个十二个生肖的头嘛 结果破了以后收起来了 收起来以后 没关系 不喜欢没关系 那就还人家嘛 你又不承认你是中国 你就硬要拿中国的东西 对不对 我讲的就是 就是一个态度嘛 但是陈其然 你会觉得他非常失望 你也会觉得他非常在意 我要做这个高官 一个人如果恋战这个高官 你就会去顺利民进党 民进党要你讲什么你就要讲什么 那 那请问一下你的格调在哪里 你说我 你如果还很年轻 为了将来长演技 我还可以认同 对不对 虽然不以为难 你是一个 我不敢讲行将进目 你年纪这么大的 还要这样做嘛 令人惋惜 马上回来 你不要走开 欢迎回到小董真心话 有时候你看 在台湾 他的政治气氛 你会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 还有影响一些官员 他的风格 我们所谓官员 当然其实就是公务员 高阶的 我们就想做高阶官员 他们做很多事情 跟老百姓是有相关的 那其中相关最大的 那当然是警察 警察跟我们最贴近 司法 司法 检察官你有时候被人家告 或者兄弟打官司 为了遗产 就是 你总免不了检察官跟法官司法 那这些东西 当然跟你平常民生 譬如说 你车子要缴个税 当然他不会直接对到你 他给你一张单子 你就去缴 缴什么税呢 燃料税 燃料税 政府一边制造污染 然后一边 跟我们这边燃料税 然后赖清德这两天 昨天啊 前天啊 在 沿山大饭店 他们民进党的钱袋会 因为赖清德前一阵子被骂翻了 就是他讲 有干净了没 然后第二个被骂翻了 就是说 我们 没有缺过店啊 我们只是店剩不够多 记不记得 所以他又在解释 又开始解释 这两件事情 尤其讲 因为最近很热 我们店明明就够 从来没有缺过啊 这个就叫讲干话 因为小总用很简单的东西 就戳破了 很多东西 我当记者 我就尽量要把它简化 各位很多东西很复杂 你要把它简化 要三言两语 告诉你 重点在哪里 现在台湾的交易 最 最失败的一点 不是你读多少书 或怎么样 我觉得台湾最大的交易 就是说 我们读了整篇文章 整本书 不晓得重点在哪里 你知道吗 你不晓得重点在哪里 就是说 你没办法去抓住重点 那我当记者 一直在信念自己 要抓住重点 一场会议 林林总总 开了两个钟头 大家讲一段话 我要五百字把它写出来 我要怎么写 我要抓重点 重点 记者在写东西 第一段最重要 第一段叫做导演 我以前也不会 我是进去慢慢跟人家写 看别人怎么写 自己偷写 因为我不是新闻科系出身 所以 抓重点很重要 你要讲 那个 赖金德说 我有干净了没 那小总重点就告诉你 你只要问他说 那你有干净了没 你为什么不 不现在就 在台中火力电厂烧 在高雄星达电厂烧 在林口电厂烧 你有干净了没 现在就哪来用啊 为什么要 2025年的生号电厂 建好以后才哪来用 现在就可以用 空气就不会那么脏 对不对 这是一个简单的答案 也是一个问题 有时候问题就是答案 那赖金德说 不会缺电 不会缺电 为什么到处在限电 为什么去年就要求公务人员 下午一点到三点不要开 不要开冷气 为什么你的政务委员 鼓励大家到百货公司去催凉 后来又说干脆叫百货公司 这段时间不要开冷气 记不记得 故事多得很 去年到今年 8月15 快到了 一周年了 但是我要讲 我们看这些官员的做法 有时候你就觉得 不可思议 整个前代会 是在讲什么 蔡英文 开始怒骂国民党 骂两岸 骂经济 骂怎么样 骂说国民党不改革 还有脸来骂别人 怎么样 我们只回他一句 你已经执政两年多了 现在是谁在执政 是不是 你不是刚刚执政 你已经执政两年多了 你现在还在怪别人 各位我讲这就是简单道理 那你就不要执政 你都 你已经任期都够半了 这就是很简单的道理 可是 你如果看 县级打到火了 很多事情 你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最简单的 今天很多新闻在报道 机场捷運说要降价 说他赚钱了 他营营半年就赚钱了 你看 柯文哲 陈吉 这些饭桶 你们北捷跟高捷 经营那么久 还在赔钱 台北捷運在赔钱 你们知道吗 台北捷運本业 就是我收你的票 然后由这个票 来抵护我的人事费 我的油钱 我的电费 我的什么 对不对 还有 我所有的 有些东西会折旧 你要把折旧都算到成本 你开店或怎么样 这个很重要 你折旧的东西要算入成本 绝对不要算入 不然你将来要换新 你的钱在哪里 所以这些都要算进去 你知道 台北捷運 一天有多少人次在做吗 202万 那 那是不得了的人口了 对不对 可是他怎么亏 他一年 一人 大概要亏2亿3千万 因为捷運公司跟捷運局 这两个单位 常常很多人搞混 捷運公司就是经营捷運 营运的 捷運局就是专门在盖捷運做工程的 常很多人搞错 我们这边 news嘴巴电台这一站 我们叫谷亭站 谷亭站 谷亭站到东门站 这一站是贯穿 我们新电线 过去的新电线跟信义线 很重要的路段 很难开 为什么 因为下面全部是电线 电纜一大堆 还没有开通 我就通过了 我有一天有心血来潮 我想我那时候当记者 因为我很熟 我打电话给捷運局长 我要去看你们那个捷吨机 现在哪里有捷吨机 正在那个 然后他就想一想 因为捷運局长 他自己参与所有施工 你知道谷亭站那边吗 我说我知道 你去谷亭站 然后转个弯 从那个工地那边进去 几点几分 我请一个那个带你进去 然后我就进去了 进去说 董哥你要看什么 我说我要看你们潜吨机 现在打到哪里 你来得正好 我们潜吨机刚好通了 已经通到哪里 通到东门站了 你是第一个来的记者 来 我马上上去坐 然后就 当然那时候 四周那个 那些墙壁什么都还没盖 然后就坐进去了 所以我就很有经验了 那我我讲 那我我讲 我对我对这个是 是还蛮蛮蛮了解 比一般记者 比一般人还了解 我讲 台北现在 一年要亏 两亿三千万 那他赚哪里 他赚广告 解映的广告 解映的广告 然后他桌边的 什么叫桌边 解映租人家在开店 有没有看到 那个就赚钱了 所以他一年可以赚二十几亿 一天 两百零二万的人潮 的台北捷印 一年才赚二十几亿 然后 桃园 机场捷印告诉我们 他半年他就赚钱了 你相信吗 柯文哲说 我绝不相信 没有人相信 他的道理在哪里 柯 那郑文燦昨天在议会宣布 宣布以后 他听到有人问他说 柯文哲说 我不相信 柯文哲说 那你台北市政府 你也是我们的股东啊 你来看财报啊 那你要降下 你不用先跟股东智慧啊 各位 这次就是伦理 你知道吗 我讲这东西简单嘛 我今天当董事长 我 我的股东 也不是小股东啊 台北市政府 当然是大股东啊 我所有大股东 通通不知道 我自己就做决定了 可以这样吗 好 那我讲 我们的机场捷印哦 我们的机场捷印哦 其实它 就是 一条 最主要就是 那时候中央想说 机场要做这个嘛 所以它盖这条的成本是多少 一千两百亿 桃园哦 没有出半毛钱 桃园没有出半毛钱 你懂不懂 都是别人出钱了 桃园就是每天在那边叫 那叫完以后 由它来营印 所以你施工的 我刚刚讲 施工的就是工程单位 就是捷印机在施工 营印的就是 桃园市政府 他就开一家公司 叫机场捷印 各位懂了吧 所以我是接收别人的成果 我没有花半毛钱 然后我现在说我赚了 我刚刚为什么跟各位讲 你要各种施工的 要折旧的什么什么 这些他通通不算 那因为他先前 大家记得机场捷印前面 有一段时间 先让大家试诚 试诚那时候 就要开始付薪水了 对不对 那时候就要冷气什么 都要开始打开了 灯光都要打开了 所有东西全部启动了 那时候他亏多少你知道吗 因为那时候都 那时候 等于说就让大家来试秤嘛 试诚 你这些开销还在啊 那时候亏了 三十六亿 三千 三十六亿五千五百万 我都算出来了 三十六亿五千五百万 那因为那时候 郑文燦一直吵 吵一吵他那时候很凶啊 所以交通部 就补贴他说 好啦 你这条对 捷印 对机场这个路线有功啊 所以中央就补助他 十二亿八千万 各位 那还剩下的二十三亿六千八百万 是 桃园的债务 郑文燦没有算进去啊 他说我赚钱了 你什么都没有 别人送你一部公车 然后你在公车去营营 你就说 你看我赚钱了 啊 车子 车子是别人 别人的 你通通不算啊 你这些东西通通不算 然后说我赚钱了 那你现在 捷印使用半年以后 下来就开始有一些维修 车子慢慢会老 轨道慢慢 里面有些楼市会松啊 那些线路有时候会坏啊 你现在因为是新车 坏的还不多 过一阵子就会慢慢多 你要怎么办 郑文燦周天在提了 要降价 降什么降 我十月要降 啊你十一月要险起 你十月降 这不是险起吗 等一下回来继续 唱摔他吧 欢迎回到小董真心话 各位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 郑文燦要降 机场捷印的 他分两阶段 第一阶段 今年十月 所有的那个全部 毅力降十块 第二阶段呢 明年 他要跟台北捷印同价钱 那你看到了 十月 降价 这个就是 实际的买票啊 对不对 嫌疾就这么回事 那你要的话 你现在就宣布 你说你赚两亿 你现在就宣布 我跟 台北捷印同价 最简单的概念 我们从台北车站 做到淡水 四十块 从台北车站 做机场捷印 做到林口 它的距离一样 差不多二十公里啊 因为我过去读淡江嘛 所以台北到那边 大概二十 二十到二十一 多一点点 台北到林口八十块 台北到淡水四十块 价格差一倍 各位 那你现在就这样啊 我讲这个都是用比较的 简单的道理啊 但是郑文燦 他没有看到那些债务 我刚刚讲的二十三亿 六千八百万 那些钱 那些债务 他拿不出来 他说我就赢赢就赚钱了 对啊 你拍一个司机开了一个公车 所有收入走走 你看我都赚钱啊 我付给司机薪水 你看我还有剩多少钱 那你过去的债务呢 你那时候为了开公车 先上个一让大家做点钱了 那些呢 他不敢讲 所以这是一个假的 嫌疾都是在搞这一套 有时候你看的很令人惋惜啊 我昨天看苏贞昌 有些都在讲农产品嘛 我们政府没有保护农民的农产品 好好的卖出去 我们政府保护的是个狗宝级的人物 叫吴英宁 大家全力保护他 昨天苏贞昌啊 想说现在的话题都农民嘛 新北市就以前台北县 也很多农民 他就跑去农会 然后就说我如果将来当想 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 哇农会理事长跟他就有说有笑啊 我眼间啊 这个农会理事长 苏贞昌等幕僚不曉 有没有替他做功课 这个农会理事长叫廖逸德 我怎么认识他呢 因为他被我的朋友李婉毅告啊 李婉毅那时候贤己 露贤 露贤头 李婉毅就很气 因为他自己也在地方贤己 他说廖逸德去买票 所以我输了 他就去告他 结果廖逸德当选如孝 二审当选如孝 什么时候的事情呢 前年六月 所以李婉毅就上来啦 上来以后当然就闹很多新闻啊 对不对 哇李婉毅议言闹多少新闻 跟刘建国的 然后还跑去人家家里踹门的 我有时候讲 真的 因为这些人我都认识了 被他踹门那个 下一次清明党的文宣部主任 张寿文 寿氏的寿文章的文 他老婆气得很 很气啊 在脸上说怎么到我家来这样这样 闹很多新闻 但是李婉毅可能还是一个蛮爽朗的人 只能这样看待他 苏正昌去拜会半天 这个人是费嫌 被干掉议员的 那小董你就不要讲人家 人家都已经很难够了 对不对 他一票五百块嘛 一票五百块被抓到 已经很难够了 赤头公子了 你还要这样损他 我没有损他 因为我想起一件事情 七年二月 对啊 因为他现在是农会理事长 一言可以兼农会理事长 但是他那时候不是 他弃言啊 农会改选啊 他送给那些 有投票前的会员代表 每人两瓶 很高级的洋酒 这种洋酒一瓶一万多 三十年的百灵潭啊 各位 被抓到 所以他现在正在被检察官起诉 官司还在打 我讲这个 我只要提醒政治人物 你为了选票 有些东西 你要很小心 那我相信像这种 板桥融会也是很大的融会 理事长被 被人家这样指控会险 撕掉一言 现在理事长位置 有没有问题 还不知道 对不对 那我请问一下 你候选人 苏珍昌形象也在努力在营造中 当然他现在营造也太晚了 七十几岁在营造形象 但是他现在至少表现自己是很年轻的 对不对 苏珍昌现在打扮都很年轻 你看他不太用民进党那种传统 那种死死的那种丑陋的绿色 你知道吗 苏珍昌体很喜欢用那种很亮的 甚至那种橘色的 那种蓝的有点水汪汪的水蓝 各位你跟他注意 他其实是在营造自己是年轻的 他有一批幕僚是很行的 那我讲你今天去拜会 你就会让人家觉得说 有必要吗 对不对 所以选举有时候是要非常谨慎的 我讲这个当然只是一个提醒 可是你今天看到了 台湾政治 政治很多东西它挂在一块 大家无非都是为了年底的选举 今天中国时报有一个民调 因为最近麻岩张晃被绞死 然后那些杀害女童断头的什么 那些都没有判死刑 小灯泡当然是最主要的例子 所以国人对于这个死刑 这个是很重视的 那个邱泰山为什么要被换 他不执行死刑 换一个检察官 很多检察官都求主过别人死刑了 所以他们可能比较敢做 或者已经讲好了 中国时报这个民调有多少人 主张赶快把 赶快 尽快执行死刑 不只是赞成 而且要求尽快 有多少人你知道吗 百分之八十六 现在台湾没有一项东西 名利有这么高的 我敢讲 那民进党换这个内阁要干嘛 我告诉你 他把所有那些有争议的事情 先把它解决掉 包括管案 管中民案 包括死刑 各位我不骗你 这就叫做战斗内阁 换别人做做看 那是不是真的要换或怎么样 我觉得这些当然 你可以当做一个观察的指标 但是 蔡英文想用 这么短的时间 把自己的形象把它扭转回来 你觉得有可能吗 我觉得他最近的讲话 叫做半夜吹口哨 那他完全没有办法 让自己脱离 现在的一些险境 然后又看到了 马航九身方这么高 朱立伦风评也不错 那接下来对他最大的 杀伤力是什么 各位我告诉你答案 这答案你不用Google或Yahoo 这答案就是接下来会有很多 天灾 风灾 从7月到10月 这段时间就是台湾天灾最多的 然后到时候农民 到时候我们的水果 我们的稻米 这东西 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杀伤力 所以你接下来看 民进党还有哪一些撇步呢 撇步之一 就是你可以看到 蔡英文这两天 前代会以后第一场浮选到彰化 他讲魏民谷做得多好 魏民谷现在其实很危险 绿色的电视台一直说 他现在微微赢国民党的王 王慧美 其实他输很多 我知道输很多 我看过好几个民调 魏民谷现在下了半时 那各位知道 魏民谷是新潮流 现在民进党自己很清楚 他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蔡英文第一站到那里 下来还有哪些地方危险 我告诉你澎湖 宜兰 嘉一市 这些都是民进党危险的地方 那可是他们现在有些本来一直以为很稳的 台南跟高雄 最近冲击很大 像黄伟德他形势有些紧张的 原来以为台南很强 那还有谁呢 还有陈其迈 陈其迈现在跟 跟韩国瑜 大概差只有5%跟6% 很多人不知道 陈其迈自己很清楚 为什么他的选票在流失 各位如果你今天 报纸或网络打开的话 有一封 有一个层级 一个大的像 被人家砸了一些税务 我不晓得那是什么东西 一些税务 整个脸花妈的脸开花了 结果 那个跟他摆在一块 那是一个一言候选人 他很气啊 人才走 就被这样 对待 人走茶凉 意思说高雄人都不晓得感恩成吉 各位要感恩什么 你想想看嘛 现在法院判决下来 七八万 成吉的政府要 负四成责任 对不对 李长龙负三成 苏印的厂商负三成 那高雄市政府 责任最大 结果责任最大 所有官员现在在内阁都占高位 吴宏某现在当交通部长 成吉当 对不对 总统秘书长 所有人都当高官 有天理嘛 人总要醒一醒吧 今天谢谢收听 谢谢